我这个video呢是讲first principle of differentiation 就是用一个最传统的方法来做differentiation 所以我这边准备了三题 从最简单的到中等到比较高难度的 所以我做了这个first principle的differentiation过后 我还会再给你一个symbol的 就是简单一点的这个differentiation 所以我给你看到那个差别 然后来第一题 第一题呢这个就简单 y等于4x y等于4x 我如果我们要用这个first principle的话呢 就要用这个y加delta y等于四括号x加delta x ok so这个就是我们的first principle的这个format y要加delta y x就要加delta x so我们最后的目的哦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delta y overdelta x 这样我们就会找到dy dx ok so 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把这个y等于4x sub进去 so这个y呢就要把它变成4x ok 其他的招潮 这个可以沉进去啊 这个4沉进去 ok 然后呢4x搬走 so4x-4x 对啊 加4x搬过来就-4x 还有一个加4个delta x ok so最后呢你就会拿到 对啊 4x-4x不见了 sodelta y呢就等于4个delta x delta x再搬回来 除 对啊 so这个就是我们的dy dx ok 所以我们的最终目的呢就是要把它变成这个delta y over delta x so4就是我们的答案 4就是我们的dy dx so如果呢我们用这一个简单的方法 ok 其实是这样 format是这样 4x上面有一个power e so我们要做dy dx differentiation的话 很简单就是把4x power e 从1乘来前面对吧 1乘以4 然后呢这一个e呢就要减掉1 对啊 所以一减掉1的话就变成0了 也就是说 4x power 0 4x power 0就是4乘以4 ok所以最后呢我们也会拿到4 so这个就是简单的方法 ok 可是有时候考试会叫你做first principle so你就一定要用这一个format 再重复一次 第一个步骤 加delta y ok 加delta x ok 第二个步骤 把这个y等于4x sub进去这一个y ok 然后就可以开始做 搬到最后delta y over delta x 那么最后你就拿到dy dx了 好下一个 这个呢难度稍微提升一点 6x square ok 一样的 第一个步骤 y加delta y 等于6x加delta x 你要记得夸号 如果你没有夸号的话 那个是很大差别的 如果没有夸号的话是完全就不同意思了 所以你一定要夸号 ok 如果你没有夸号的话就是6x加delta x square 完全不同意思 so这边这个square的意思是说 你要把它写成两个夸号 等一下 两个夸号 然后要乘4次了 好 跟刚才那个你没有夸号是差很远的 忘记了 y等于6x square 所以这个y呢就换成6x square ok 这个6 那x乘x就是 x square x乘delta x就是加xdelta x delta x乘x也是一样是xdelta x delta x乘delta x 那这个也是要夸号 delta x square ok 然后6乘进去 6乘进去就是6x square 这个再加这个是两个2xdelta x 2xdelta x 再乘6的话就会变成加12xdelta x 再加上6个夸号delta x square ok 那么可以割掉的是这一个 6x square你搬过来的话 这也是减掉了 所以就不见了 ok 所以现在剩下delta y等于12xdelta x加6delta x square ok 所以我们就要factorize factorize这个delta x出来 ok 12xdelta x 你factorize了这个delta x 所以剩下12x 这个也是有两个嘛 两个delta x你factorize了一个出来 所以就剩下一个delta x ok 这个delta x搬过来 就会变成delta y除以delta x 我们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对吧 所以最后剩下的是12x加6delta x ok 有一个步骤要做的就是limit limitdelta x to 0 不应该这样写的 limitdelta x to 0 ok so limitdelta x to 0的话 就是说这个delta x换成0 6乘0是什么呢 就是0啊 所以最后呢我们的dy dx呢 就是12x ok 所以这个是用first principle来做的 这样如果我们不要用first principle 我们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做 这个6x square的differentiation y等于6x square ok 如果我们要做dy dx的话 很简单 把这个2乘来前面 对啊 所以就是2乘以6 ok x square power要减1 就这样过了 所以呢 2乘6是12 x square square减了1 剩下1 ok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所以其实呢你的这个first principle呢 和你的这个short cut 可以讲是short cut 其实是一样的 ok 所以如果你担心你做这个first principle做错了 这样你就可以用这个short cut 来检查一下你的答案 所以我现在检查了哦 证明我的答案是没有错的 ok 下一题 好 这一题的题目呢 y等于1 over x ok 看起来呢就没有什么 但是你做下去的话你就知道有一定的难度 ok 一样的 第一个步骤也是加delta y 加delta x ok so第二个步骤也是一样 y换掉它 换成这个1 over x ok 然后呢这个1 over x 搬走 ok 所以1 over x 搬走了之后 就会变成-1 over x 那我们回归最初的这个最基础的 分数的加减分母一定要一样 所以呢在这一边呢我们要把它的分母变成一样 这样这边要乘x咯 要乘x对呀 这样这边就要乘x加delta x 这边也是要乘x加delta x so现在他们的分母就会变成一样 ok 这个是x 减掉 x加delta x 那这边你要小心这个 减哦 分母是一样的 分 这个减要乘进去了 减乘进去 这个x减掉x就不见了 可是这个减乘进去 这一个delta x就变成 negative delta x ok so有没有点loss了勒 其实很靠近 接近了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变成delta x sorry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变成delta y over delta x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一个delta x 搬下来就对了 可是你不要忘记哦 你把delta x搬了下来过后 它上面还有一个 negative 1 还有一个 negative 不要忘记 so它还有一个1在的 ok so这个是x x加delta x ok so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limit limit delta x to 0 so这一个delta x 我换成0 也就是说 x加0就是x啊 x乘x是多少呢 ok so我们有答案了 这就是我们的dy dx dx就是negative 1 over x square ok so这个时候我们就检查一下啊 检查一下 看我们到底做对吗 好 y等于1 over x 如果我们用普通的这个方法来做的话呢 1 over x 我们会把它先换成x power-1 把它搬上来 把它换成x power-1 然后才来做differentiation dx等于 ok 减1乘来前面 乘来前面 然后呢 减1 再减1 ok 就会把它变成 negative 1 x negative 2 power-2 ok so 这一个哦 power-2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搬下去呢 就会变成negative 1 over x square 这样那个power-的negative就不见了 ok so其实已经证明了它是对的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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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